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隔间》 副标题是《办公室进化史》 办公室小隔间 是当代办公室职员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人们每天走入办公大楼 端坐在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隔间内 对着电脑忙忙碌碌就是一整天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办公环境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它为什么是今天的样子 未来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答案都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中 本书作者尼基尔·萨巴尔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是一位印度裔美国作家 他长期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知名媒体撰稿 目前还担任美国《N加一》杂志的编辑 《N加一》杂志是一本文学杂志 在美国被称为新一代文学知识分子的领头羊 作者曾在《N加一》杂志上发表了 办公室的诞生一文引起了强烈反响 之后他又对办公室进化史 以及与办公室相关的几个重要话题 比如白领阶层的崛起、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管理改革等 做了进一步研究 于是就有了这本《隔间》 本书出版后立即入选纽约时报年度最受瞩目好书 亚马逊网历史类2014年度好书 同时受到了纽约客、卫报、华盛顿邮报等 美国众多知名媒体的好评和推荐 下面我将从办公室的诞生、变迁和未来三个部分 带你领略办公室进化史 首先来看看办公室是如何诞生的 办公室是西方世界的产物 最早起源于欧洲 办公室的出现是和文书工作 比如抄写、记账等联系在一起的 当这类工作和从事这些工作的办事员出现的时候 便有了类似办公室的场所 16世纪初 欧洲第一名门望族美帝奇家族 设立了历史上第一间真正意义上的办公室 专门提供给家族的雇员从事文书工作 地址就在现在被称为文艺复兴艺术宝库的 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茨美术馆内 包括这间办公室在内 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银行或者经贸商的办公场所 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账房 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爆发 商业贸易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繁荣 办公室和办事员也开始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此后的两个多世纪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办公室的形态和办事员的命运 也发生了极大改变 这其中美国的社会变迁 给办公室的演变带来的影响尤其重要 在美国 人们是在19世纪初 才开始注意到办公室的存在 那时美国办公室名称也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一样 被称作账房 这样的办公室往往有扇朝街的门 开门进去昏昏暗暗的 办公室中间的办公桌 供合伙人也就是老板使用 他们雇佣的为数不多的办事员 主要是抄写员 记账员 有时也会有一些负责保险业务的保险员等 坐在房间角落里的办公桌旁 除了昏暗 这时的办公室还常常拥挤不堪 比如当时纽约某个代理农产品的佣金行 办公室不过2.32平方米 却要塞下四名合伙人和六名办事员 但是 在农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 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大部分的美国人并不认可办事员的工作 跟农田和工厂的工作不同 办公室的工作不生产任何东西 最多不过是复制东西 抄写员没完没了的抄写 记账员把数字加起来变成新的数字 保险员也只不过是复制更多的文件出来 除了工作内容不被理解 办事员独特的外形、气质也饱受诟病 当时的办事员都是男性 女办事员是19世纪后期才逐渐出现的 这是由于南北战争之前 美国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家庭农场 这才是当时女性的主要工作场所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真正做事的男人应该身体强健、皮肤有黑 而办事员却身体鲜弱、脸色苍白、暗淡 甚至有些阴柔 同时被质疑的还有办事员的商务装束 有报纸抨击当时办事员的装束太过花哨 他们穿着擦得发亮的皮鞋、干净的衬衫、紧身裤、留着背头 头发上抹足了发油、看起来油腻得很 办事员尤其重视衬衣的领子、将其瓢得洁白无瑕 还上了江硬邦邦的 让人显得格外仪表堂堂 这就和当时美国工人阶级常穿的 松松垮垮的蓝色工装截然不同 由此办事员群体开始有了一个被沿用至今的名字 白领 不过一开始这种叫法多少带点揶余 因为当时带领子的商务衬衣很贵 大多数的办事员可买不起 于是商家就单独售卖领子 买一打领子比买一件衬衫还便宜 因此当时人们对办事员的印象就是 看似仪表堂堂 内里虚弱作作 就像可拆卸的白色领子一样 然而 不管人们对办事员有多么厌恶和不屑 到19世纪中期 办事员和办公室已经悄无声息地在美国蔓延开来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步伐不断加快 国内外的贸易往来增多 售卖各种商品的店铺也越来越多 这就需要有人来负责货物的各种流程办理和跟踪 各种账目的核算和票据往来等等 这样一来 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办事员数量开始大幅增长 在1855年的美国人口普查中 办事员已经成为仅次于仆人和劳工的第三大职业群体 办事员大军的快速扩张预示着 原本那些卑微的办事员们也将成为蓝领工人那样的重要角色 甚至在他们心中已经悄然升起了一种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收入 19世纪中期 一名蓝领工人的平均年收入为500美金左右 而当时一名30岁左右的办事员 就可以挣到1500至2000美金的年薪 最重要的是 先不管正多正少 工人是按小时或者寄件来领工资的 而办事员是有稳定年薪的 这在当时物价剧烈波动 频繁遭遇金融恐慌的美国 办事员的工作无疑更加稳定 办事员的优越感 更主要的是来自他们的职业发展前景 进入工厂的年轻人 从不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当上厂长 但是当时的办事员们 往往最终能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这一方面是由19世纪的办公室格局带来的 当时的办公室 虽然工作环境不怎么好 但是办事员离他们的上级很近 就拥有一个和权力亲密接触的机会 在老板的眼中 办事员可能是随从 是管理实习生 助理经理 甚至是潜在的女婿人选 另一方面 是因为工作内容的多样性 一个办事员可能同时要兼任 记账 抄写 销售 老板秘书等多项工作 因此 他们的职责范围很大 也让他们必须知识广播 见解深刻 还要时刻保持 举止得体 风度翩翩 而这一切 都是为他们成为一名真正的商人 做准备的 从普通办事员到公司合伙人 这是时间问题 纽约某经销商的办事员 爱德华泰德 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的职业生涯 他在18岁那年成了一名办事员 短短七年之后 25岁的他就算得上一名商人了 办公室在诞生之初 给了人们一种对职业发展和稳定体面生活的希望 这种希望塑造了办事员温和忍耐的品格 即便是要表达诉求 也要注意风度 比如 1841年 因为办公时间太长 纽约纺织行业的办事员们 联合起来向雇主表达了不满 但是他们表达诉求的语言温和友好 就像是在帐房里聊天一样 这使得运动战线拉得很长 而且效果很一般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办事员对职业发展和稳定生活的希望 逐渐成为一种幻想 这种幻想在之后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持续存在 但是越来越难落地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来看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 办公室和办事员的命运是如何变迁的 这一段变迁历史 伴随着三次重要的管理变革 19世纪末 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办事员的人数成倍增长 数据显示 到了1910年 办事员增加到了442万 已经占了当时美国总人口的近5% 与此同时 办公室的面貌也发生了改变 钢筋混凝土和电梯的发明 使得摩天大楼在城市中心崛起 打字机 电话 电报等当时先进的办公设备 也同新员工一起涌入办公室 一排排办公桌 在摩天大楼内的办公大厅铺展开来 原本排列于街道两边 接地气的帐房 正式成为历史 随着办事员人数的快速增长 办公室内的组织结构 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早开始于铁路行业 为了同迅速发展的铁路网络相适应 铁路行业采用了一种开创性的组织结构 最顶端是决策层董事会 董事会下面是总经理 总经理下面又设立了财务 建设 机械等各个专业部门 每个部门有各自的经理来分管 这种组织结构 很快被整个商业世界广泛采用 直到现在 大多数企业仍旧是这种组织结构 在这种结构下 办事员越来越不可能有机会 当老板学徒了 工作的细分意味着 大部分员工只会做一类工作 比如专门负责记账 管理档案 开票等 鲜少有机会和动力 去学习公司的整个业务流程 同时 管理级别的增多 也使得办公室的形态发生了新变化 员工级别的差异 在办公空间上一览无余 有些人只有自己的办公桌 有些则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有些人坐的是批量生产的金属椅子 有的人坐的是手工雕刻的椅子 而公司的老板 早已躲进了办公大楼最高层的豪华套间内 早前账房里亲密和谐的氛围不在 一个处处宣示着不平等的办公世界到来 但组织机构的分级仅仅是一个形式 新生的管理者实际上对管理并没有什么概念 更不知道如何通过管理来提升工作效率 以至于机构臃肿 权责不明的问题十分严重 这催生了第一次影响深远的管理变革 这场名为科学管理的变革 最初起源于工厂 发起人是后来被称为 效率大师的弗雷德里克·泰勒 泰勒当时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成员 因为写了一系列关于 激励机制和生产效率的文章 引起了企业管理者们的注意 1898年 泰勒被美国海军的国内武器供应商 伯利恒钢铁公司聘为顾问 帮助提升工厂工人的工作效率 并缓解当时激烈的劳工矛盾 为了保证所有工人都能最高效的工作 泰勒要求管理者精细刻画工人的操作流程 形成流水线 原本有两三个人完成的复杂工艺 现在可能被细分到十个人身上 每个人的工作都十分简单 比如按个按钮 拧上螺丝等 管理者用描表给工人的每项操作计时 工人的报酬以完成的模块数量来计 想要多拿钱就要加快干活的速度 科学管理法的理念获得了认可和追捧 并逐渐渗透到办公室中 办事员无论是在年信封 贴邮票还是归档打字 都要求追求效率 摒弃无效动作 比如公司要求办事员处理文件的时候 不能把纸张扔得到处都是 完事后再花时间规制他们 应该边处理文件边整理 再比如某公司有名打字员 之前没打一句话要看四到五次 只制稿 公司就要求他只许看一次 以便将打字速度提升2%到3% 除此以外 跟工厂的情况一样 也有专人负责监督底层办事员 刑事工头的管理人员 在办公室里夺来夺去 低头查看坐在办公桌前的办事员们 没人小声交谈 没人开小差 因为每个多余动作都会被扣分 1915年发明的现代效率办公桌 也为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 创造了条件 这种办公桌 其实就是一块块 毫无遮挡的金属桌面 它让办事员和他们手上的工作 完全暴露在管理者眼中 科学管理法的推广 彻底改变了办事员和工作的关系 它意味着 人们按照自己意愿安排工作的权利 被完全剥夺 且每时每刻都处在被监管中 而此时 办公室女性员工的人数 却突然开始大幅增加 19世纪60年代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为了弥补缺失的劳动力 美国政府开始雇佣女性办事员 加上美国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家庭农场 作坊 逐渐被大农场和工厂取代 大量女性无法在家工作维持生计 只能选择去城里的办公室工作 不过 办公室给予女性的待遇十分不公平 她们领着最低的薪水 做着最机械单调的工作 比如打资源和速记员 并且毫无机会晋升管理者 与此同时 女性还饱受职场性骚扰的困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白领员工的失业率骤然上升 薪水大幅下降 生活成本却在不断上升 工作变得缺少希望 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又加剧了弥漫在白领员工心中的惶恐和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 白领运动开始趋于成熟 比如 铁路办事员员工工会成员 从1915年的5000人 发展到1920年的18万6000人 速记员和会计师工会的规模也在壮大 从战前的八个地方分会 扩张到战后的40个 一旦他们像工人一样举行罢工 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 这波革命的种子还未完全撒下 就随着1920年 美国经济的恢复快速消解了 企业薪水逐渐上涨 各地的白领工会都在流失成员 甚至面临解散 当时的媒体言辞激烈地抨击办事员群体 称他们为虚弱妥协的白领奴隶 不过 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对白领运动的担忧 并没有因此消散 为了消除这种潜在的威胁 必须得做出改变 这就催生了第二次管理变革 1930年初 随着弗洛伊德心理学学说的普及 各种涉及潜意识的管理理论变得热门 当时美国办公室管理学会指出 环境良好的办公室会影响人们的潜意识 减少他们对于工作本身的不满情绪 因此工作场所必须要足够体面 干净光线充足 除了硬件条件 管理学家们普遍认为 人性化的办公环境 还应该包括温和友善的人际关系 比如 人际关系学派的代表人物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埃尔顿梅奥认为 人类需要一种归属感和亲密感 管理者必须学会尊重他们的员工 倾听他们的需求 跟他们协作共处 员工才能在组织里感到安宁 在这些管理理念的影响下 建筑师们跃跃欲试 一致想要通过改善办公空间 来重建安宁与和谐 城市的摩天大楼 是他们最先想要改造的对象 之前的摩天大楼 还延续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 装饰风格 华丽又浮夸 且常常只对大楼的外观和出入口 进行重点的设计和美化 而办公室的设计平淡 千篇一律 更谈不上 有什么人性化 新兴的建筑设计师们认为 工业社会真正理想的办公大楼 应该时尚大气 拥有高品质的硬件设施 内部设计也应该更加体贴 在这样的建筑理念的引领下 一壮壮充满现代风格的摩天大楼 开始在美国城市中心 助力起来 最为典型的 就是至今助力在纽约 派克大街上的丽华大厦 它最杰出的创意是 大楼三面的木墙 都只用薄薄的玻璃覆盖 阳光可以倾泻而入 让室内空间变得空旷 优雅 充满文化感 后来玻璃木墙的大厦 也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象征 除此之外 它的内部设计也非常细致 办公室的宽度只有18.3米 因此 大部分的办公桌 离窗户的距离不超过7.6米 这能让每位员工 都充分地享受自然光的沐浴 办公桌也经过了精心设计 高度可调 且边角是圆的 楼内到处都是厨房、餐厅、花园、休息室 等休闲便利设施 丽华大厦实现了 现代主义摩天大厦的标准化 之后 类似大厦在美国各大城市崛起 给在其中办公的人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舒适和体面感 但是 对于大部分的普通办公室员工来说 他们的境遇并没有因为这些体面 而真正得到改善 在现代摩天大楼的内部 员工们依然在嘈杂的开间办公桌上办公 而经理们则拥有精心设计的独立办公室 高管们的豪华行政套间 占据着高耸入云的最顶层 这仍然是一个充满不平等的办公世界 到20世纪中起 美国白领员工数量超过了2000万 而市中心的办公空间却未相应增加 许多公司选择离开拥挤的城市 来到地广人稀的郊区 在这里 办公楼不需要向纵向延伸 而更多朝横向发展 这就为人和人之间的偶然邂逅提供了可能 因此 建筑师设计师也开始把人际关系的考量 加入到一些郊区办公园区的设计中 比如 康涅狄格通用人寿保险公司的总部大楼 主体是只有三层楼高的绵长办公楼 占地足有1200平方米 这座大楼独具匠心地设计了 能创造偶然邂逅的走廊布局 它的设计师颇为自得 在这里 无论是在餐厅内 还是在休息室中 或是在绵长的办公楼里来往的路上 人们能有机会彼此相遇 更好地了解对方 这样的设计 意再打造一个 似乎没有阶级屏障的工作场所 营造亲密友好的氛围 消解白领工厂的实质 但问题是 大楼同样没有摒弃私人办公室 和开间办公桌 而这种差异最能体现阶级性 而在真实的办公生活中 人际关系学说 还衍生出很多新的办公文化形式 公司以此对员工施加隐形的控制 让他们逐步陷入牢笼般的服从和统一 第一 使商业世界中的模式性套话 行话和术语大量增加 比如请知悉 提请大家注意 该事已在进展之中等等 不能使用韵律 不能使用反问句等 正统的商业行话 就要极致简洁 甚至是僵硬 员工被迫被塞入 这种僵硬的语言框架之中 丧失了自己的语言表达 第二种企业用来施加控制的形式 是个性测验 管理者认为 办公场所要有好的人际关系 关键在于员工 员工不能有极端反常的性格特质 管理者把二战以后 一些用于精神病院和监狱的个性测试 引入公司 来测试应聘者或者员工 是激进还是保守 是习惯改革还是安于现状 为了保住饭碗 员工只得去揣夺公司教条 以此来重塑自身个性 比如当时如果被问到 女性婚外情是否比男性婚外情更糟糕 你最好给出肯定的回答 无论你是否真的这样想 否则就会被认为 是思想过于激进和极端 不适合被聘用 总之 在个性测试中提供最佳回答的 一定是最为中庸或者假装中庸的人 而对办公室的女性员工来说 强调人际关系的办公文化 给她们带来了更多负担 最为明显的是 在社交的掩护下 办公室性骚扰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了 当时有一个流行的办公室游戏 叫做追跑 公司的男员工们成群结队地 追一个穿短裙的年轻女办事员 谁追上了 谁就有权脱掉女孩的内裤 试图靠改善办公环境和人际关系 来缓解员工不满 并没有奏效 反而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困扰 20世纪中期 即便战后富裕的美国办公室里 依然充满了担忧和迷茫的情绪 而此时 白领员工的人数 仍在大幅增长 1956年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当年白领员工的人数 已经接近2700万 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人 成为美国商业世界的大多数 白领工会的潜在威胁继续存在 并且似乎更加严峻了 必须有其他的方法来缓解矛盾 第三次管理学理论的变革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20世纪60年代 管理学大师道格拉斯·麦格雷格 在其著作《企业的人性面》中 公然反对弗雷德克·泰勒的观点 他将泰勒管理学命名为X理论 X理论是具有等级的 它包含了强迫、操纵和监管 他提出了Y理论 认为在工作中 人应该充分发挥主动性 这样工作才能变得 像玩耍和休息那样充满愉悦 1962年 跟Y理论几乎是同一时期 现代管理学之父 彼得·德鲁克 提出了知识工作者的概念 德鲁克认为办公室的工作性质在发生改变 知识越来越重要 办公室的环境应该有利于知识工作的进行 在这两种理念的影响下 建筑师和设计师又开始蠢蠢欲动 1967年底 一名叫做罗伯特·普罗帕斯的设计师 设计了一款行动式办公室 这是一个三面环墙的办公空间 充当墙面的隔板乘120度顿角摆放 可以移动 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空间内自由地工作 也可以选择走出去和周围的人交流 以获取灵感 这款办公空间内还有高度不一的架子 就要求员工不断站起坐下 因为普罗帕斯特认为 身体的运动有助于白领们头脑的运转 这是创造性的来源 空间内的布告板和图听墙 可以让员工实现个性化 行动式办公室很快获得白领们的认可 只是后来事与愿违 山寨版的款式很快面试 不但每个空间的面积大大缩水 120度的顿角也全都变成了僵硬的直角 这些山寨版款式已经跟现在大家熟悉的隔间极为相似了 但它们更受企业欢迎 因为更便宜 普罗帕斯特无奈地说 那些公司管理者根本无意为办公者提供什么自主环境 他们不过是想要在尽可能小的地方 尽可能便宜地尽快塞进去更多的人 根据商业周刊1997年的一篇社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 隔间的平均尺寸又减少了25%到50% 而这时美国4500万白领中 大概有3500万正在隔间中工作了 先进的管理理念 依然没有给办公室工作者带来真正的实惠 为知识工作者设计的行动式办公室 最后变成了狭小的隔间 而在办公生活的其他方面 知识理论的推广 也没能给办公者带来真正的前景和未来 比如德鲁克认为 知识工作和教育直接相关 受教育程度越高 获得的工作就越好 因此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在办公室获得一份工作 需要越来越高的学历 而实际上 这种受教育程度远远超越了工作本身所需 办公室里装满了教育程度过高的员工 他们的期望与实际噤声的可能产生了剧烈的碰撞 20世纪90年代初起 新的经济危机引发美国大裁员潮 近1990年到1992年间就有110万办公室员工被裁 每个人都处在被解雇的深深恐惧中 办公室工作知识化属性的论调 终被现实世界无情戳破 然而 陷入失望和恐惧中的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依然温和 仅仅是消极代工或者抱怨办公环境 人们用监狱地狱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办公室隔间 好像是隔间造成了他们今天的局面 真正的白领运动零零散散 也都没有在商业世界掀起多大波澜 而此时的办公大楼 一改之前奢华大气的现代主义风格 朝后现代主义风格变化 后现代主义认为建筑应该更加包容和灵活 大楼不应该只为办公所用 也可以做住宅和别的用途 而这种灵活性也正好呼应了办公室员工的处境 风雨飘摇 确定性和安全感都不在了 一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员工表示 作为员工 我们既追求自主权又追求安全感 但是变化后的办公世界 哪样都没能提供 正好说出了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 这一个世纪以来 所有办公者的心声 为什么人们试图改变办公环境的尝试 最终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呢 未来的办公室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部分内容 为什么有着美好初衷的变革 最后都变了味呢 办公室的变革 试图通过改变员工的关注点 或者改善办公空间 来消除人们对于工作的失望和不满 但这些大都无法真正触达员工的基本诉求 那就是员工渴望办公室里的平等和公正 他们希望对工作有主动权 而不只是机械付出 能得到回报 而非永远被忽视 能够激发创造力的自由 不要捆绑个性 磨出棱角的桎 每一次变革都未能完全权衡好这些问题 而就办公室本身来说 其外在形式如何 并不足以决定办公者对工作的真实感受 19世纪昏暗狭小的账房 尚能给办事员带来优越感 装饰奢华的摩天大楼里的隔间 却能引起人的怨恨和不满 对于大多数缺乏希望的底层员工来说 他们看似对隔间不满 本质上还是对平等和自由的求而不得 比如 有公司曾经尝试拆掉隔间 随即就有员工开始抱怨 缺乏隐私 另一些人即便同样身处隔间 但却不会抱怨隔间 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 美国大裁员期间 很多公司的做法 是给少数的精英阶层 保留为数不多的独立办公室 把剩下的人都一股脑塞进隔间 这当中就包括很多职业经理人 但是他们不会抱怨隔间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最终能够脱离隔间 回到独立的办公室 再比如 20世纪90年代中期 英特尔公司把所有人 包括高层管理者 甚至他的创始人安迪·格洛夫 都安排在隔间中工作 当时有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你可以随时离开你的隔间 或许还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工作 并且一年挣一亿美金 那可不能说你是被困在隔间里 因此 想要仅仅通过改变物理意义的办公空间 来帮助员工实现平等自由 难免徒劳 办公室真正的进化 必然要伴随着薪酬福利 讲成机制 企业文化等各种管理手段的配套和升级 那理想的办公环境究竟是怎样的呢 作者在本书中列举了一些公司的大胆尝试 比如在谷歌公司 你不仅可以享受全天的免费食物 和随时可去的健身房 还能获得孩子的日托服务 园区内医疗服务 甚至还能带着你的狗狗来上班 而雅虎公司宽松的远程办公 或者在家办公政策 则代表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其实这些也都只是形式的变化 能否有效仍取决于 它能否真正平衡好效率与公平 能否真正满足办公者对于工作的诉求 作者更是大胆地预测了未来 传统的办公室或将消亡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自由职业者 未来的劳工合同将会发生极大改变 再也不是你为我工作 我是你老板 你得按照我说的做这种模式了 未来可能是我们公司有个目标 你能为这个任务完成哪个部分 这时你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意愿 选择并掌控工作 人们还会按照工作来组织团队 项目开始选出一个团队领导 项目结束 团队领导的本次使命也结束 不再按照等级制度确定领导者 也就不再存在不平等 但是自由被充分满足的同时 自由职业也伴随着必然的焦虑感 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甚至可能面临甲方拖欠酬劳 他们不再有所谓的组织可以依靠 也无法将自我实现的希望 寄托在办公室的任何一个隔间之中 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盈亏自负 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些新问题 才能赋予这份自由真正的意义 好 《隔间》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